哈喽大家好,我是凌薇 今天我们来制制盐焗鸡粉 30克干沙姜,也就是三奶 两片干草 两颗八角 两片香叶 熬入干净的铁锅,不要放油 巴辣巴辣,用小火把它炒香炒干 炒好后,倒入盘中放凉 一定要等到它完全凉透之后,我们再放入研磨机 这些香料炒一下,味道会听香 而且打粉的时候比较不容易结块 选择研磨,把它打成粉末 只需要一分钟 打好的粉,先倒入一个大碗中 加入80克食用盐 一勺鸡粉 半勺白糖 这是姜黄粉 如果没有姜黄粉的朋友可以使用枝子把它打碎 这个都是用来给鸡上颜色的 把它们充分的搅拌均匀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份安全健康的制制盐焗鸡粉 半径卫生没有添加剂 我们这样做一次盐焗鸡粉 大约可以做适到5次的盐焗鸡 准备一只比较嫩的鸡 我今天买的是山黄鸡,用开水烫一下去腥 而且用开水烫一下让它的鸡皮开始收缩 变得更加紧致 面烫好之后,我们翻个面,让每一面都跟开水烫一下 烫好后取出控干水分 一只三斤的鸡加入两勺这样的自制盐焗鸡鸡粉 再倒入适量的植物油 戴个手套充分的按摩搓揉均匀 让鸡的每一寸肌肤都可以沾上我们调好的盐焗鸡粉 这里我们多搓揉一会儿让鸡更好入味 搓好后,开上保鲜膜腌制三个小时以上或者是腌制一个晚上 这样会更好多味 一腌好后,电饭锅里加入葱姜 把爪子可以先放进来 再放入我们处理好的鸡 不需要放水,我们直接盖上盖子 选择盐焗鸡就可以了 这朋友就选择煮饭 时间到我们喷香的盐焗鸡就完成了 这样做好的盐焗鸡肉质鸡鸡嫩又软嫩 就是现在还特别的烫 大吉大利今晚吃鸡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别忘记点赞关注收藏哦 点击我的头像,也可以多美食等你来发现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